好同学们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内容 叫特殊的劳动合同 特殊劳动合同我们要介绍三个 那分别是非全日制用工 集体合同与劳务派遣合同 那这里面我们给了三颗星的重要程度 主要是针对于第三项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合同是可以独立 单独出不定向选择题的点 那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 是非全日制用工 就是小时工 那么这里边一共有七个考点 考试当中就是把这七个考点当中 提炼出其中四个来进行命题 可能是原文直接考 也可能是用案例的形式考 但是考来考去 就是这七项内容不出圈 所以我们把这七个内容列实在这 第二个咱们一条一条看一遍就行了 第一个作为非全日制用工是可以以口头方式 定立合同的 除了非全日制用工以外 劳动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定立 它是一种钥匙合同 对吧 第二个 那作为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 是可以与一家以上的用人单位定立劳动合同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限制 就是后定立的 不能影响先定立的 毕竟你是一个非全日制用工 是吧 说你一周就用人家两次 一次就用人家两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可能你给人家一百块钱 是吧 那你琢磨琢磨 这一个月下来 如果你只能够跟这一家定立合同的话 那这个劳动者该饿死了 对吧 但是呢 你可以与多家定立 而得有一个先来后到的问题 后定立的 不能影响先定立的 那第三个 对于非全日制用工 是不能约定试用期的 在试用期那儿 我们谈到了三种情形 不能约定试用期 第一个就是非全日制用工 第二个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第三个是不满三个月的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都说过的 第四个 说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 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 不得超过四小时 每周的工作时间 累计不得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这个是一般平均 这个并不是一个死的限制 说劳动者如果是非全日制用工 在同一个用人单位 最多一天就只能干四个小时 说超过四个小时就把你打死 这个不可能对吧 所以这一块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通常情况下的那么一种条件 特殊的超过四个小时 每周的累计时间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法律也是允许的 它并不是一个死的限制 所以这一条在考试当中 考核的概率相对会低一点 好 往下来 第五个 叫做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 终止用工 如果说用人单位不想用了 或者劳动者不想干了 都不需要提前 只需要随时打个招呼 就可以了 叫随时通知 第六 叫解除和终止非全日用工劳动活动时 用人单位是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这个也好理解 是吧 因为劳动者他不指着你一家活着 第七 就是报酬的标准 我们要求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 最低的小时工资标准 同时注意 结算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5天 报酬标准 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 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这个没有什么可考性 因为如果想考这个点 他就必须得告诉你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而我们在前面说过 在劳动合同法部分 是没有越过最低工资标准这条红线的 在社会保险法当中 会有两处越过最低工资标准这条红线 后面讲到咱们再说 是这个东西没有可考性 真正有可考性的就是15天 这一条 他比正式的用工 他的报酬结算周期 正好是他的一半 正式用工的报酬结算周期 是每个月结一次 他是每15天要结算一次 就这七条 搞定他就行了 我们来看题 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 说假公司聘用林某 从事保洁工作 双方约定林某 每天工作三小时 每周工作五天 每天工作三小时 那每周工作五天三五 是15个小时 对吧 每天一般情况下没有超过四小时 每周没有超过24小时 这是在法律许可的基本范围之内的 没有问题 那么下列关于假公司与林某之间 劳动关系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A说假公司可以按月 向林某结算支付劳动报酬 那么很明显 这个是属于非全日制用工 对吧 他不是按照正常的 说一天工作八小时 每周工作五天来算 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不能按月来支付报酬 他是报酬结算周期 不能超过15天 所以这个错了 B说任何一方终止用工 需提前三天通知对方 任何一方终止用工 那都是随时通知对方 而不是提前通知 错了 所以说林某不得再与其他佣人单位 定理劳动合同 那林某就快饿死了 是吧 可以定理 但是后定理的不能影响 先定理的 那正因为ABC都错了 D闭着眼睛看 他也是对的 当然B的眼睛也看不见 D说假公司与林某 可以定理口头协议 只有非全日制用工 是可以以口头方式 定理劳动合同 正确答案 第一选项 所有的题都是这么考 就是在这七项里边选出四条 组成一道题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内容 叫做集体合同 那我们都知道 一般的劳动合同 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的 而集体合同呢 那谁会成为一个集合体啊 显然用人单位不会成为一个集合体 那就是劳动者一方 他会成为一个集合体 我们大家伙统一一块于这个单位签 那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的定理主体 一方还是企业 而劳动者一方 他必须得有个代表 对吧 那就是工会 或者是在上级工会指导下的劳动者代表 总之一句话 集体合同 那那个合同上 甲方是单位签字 那乙方 他不能说集体 这一集这一个集体一百多人 全上面签字 你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那一定是有一个代表 来签字 好 接着往下来 看他的定理程序啊 那么劳动合同的内容呢 由双方派代表来进行协商 因为定理过程当中 双方是平等的吗 所以因此要协商 对吧 那双方派代表 这个代表怎么派 就有规矩了 是吧 说用人单位一方 就出一个代表 劳动者一方人多 出七百多个代表 能行吗 肯定不行 是吧 所以代表这个东西 那双方首先人数要对等 你看我们在这儿 用狼来代表单位一方 用羊来代表劳动者一方 那首先人数要对等 其次 双方的代表均不得少于三个人 那说单位一方就出一个 肯定不行 那这么多代表 到最后得有拍板的呀 谁来拍板 双方各设一名首席代表 这就是企业跟职工 第一次开会 那还有第二次吗 我们说有第二次 第一次开会呢 他讨论的是草案 叫协商一致的合同草案 那么应当再提交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来讨论 所以我们管第一次会 叫狼羊会 而管第二次会 就是羊内会 那么羊内开会的时候呢 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代表 或者职工出席 而且需要经全体职工代表 半数以上 或者全体职工半数以上 同意 方能通过 那这里边 就出现了两个比例 这两个比例 基准 三分之二以上 是大于等于 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七 而半数以上 是大于等于百分之五十 这两个比例啊 大家要记准 因为有的同学呢 他对数字不是特别敏感 一看三分之二以上 考题里边有的时候 给的人数一数五分之三 好多同学就觉得 五分之三 三分之二以上了 五分之三 是三分之二以上吗 五分之三 是百分之六十 他没有达到三分之二 另外注意一下 这两个大于等于 都是跟谁比 都是跟全体来比 讨论会议 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代表 或者职工出席 指的是全体 那么虚经 职工代表半数以上 或者职工半数以上同意 指的还是什么 全体 全体 通过之后呢 由双方首席代表来签字 来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阳村开会的时候 阳村的 阳的代表 一共有五个 五只羊 决定 明天早上起来 八点半开会 结果呢 早上起来 八点半开会的时候呢 就来了三只羊 其中这只小黑羊 比较喜欢运动 一大早上起来 就出去跑步去了 还有一只小懒羊 睡懒觉呢 把这事就给忘了 同学们 全体职工代表 有五个开会的时候 来仨 这个会能开吗 能不能开 我们说不能开 为什么 因为五分之三 它是小于三分之二的 那怎么办 想要开会 必须再抓一个过来 对吧 比如说 我们派一个聪明羊 过去 把这个小黑羊 给救回来了 那现在 全体职工代表 五个来了几个 来了四个 是吧 会是能开了 五分之四 肯定大于三分之二了 结果开会的时候呢 有两只羊不同意 两只羊不同意 同意的羊有两只 那么占到了 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的 正好 二分之一 那这件事 能通过吗 有些人说了 你不是说 经过职工代表 过半数以上同意吗 这不是半数以上了吗 但问题是 它是出席会议的 职工代表的半数以上吗 我们说不是 看的还是全体职工 或全体职工代表的半数以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分母 不能用出席会议的 羊数 它得用全体的羊数 那五分之二 很明显 它是小于二分之一的 因此这种情况下 是不行的 那么要想要这个决议通过 那至少得三只羊同意 才可以 所以这个比例 三分之二以上 半数以上 然后指的是谁的三分之二以上 是谁的半数以上 同学们如果在面对考题 给你具体的数字的时候 你要能够算得出来 那么 讨论通过的协议 在签字的时候 还是那句话 不可能 上面签很多的名 一定是由双方的首席代表 在集体合同上 签字改账 好了 集体合同定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生效的问题了 集体合同定立之后 应当报 劳动行政部门 劳动行政部门 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 知识期15日内 如果没有提出异议的 集体合同 进行生效 我们不是让他去同意 而是让他去提意见 如果说他15天内 没有提出异议 没有说不同意 那这个合同就可以生效 好 那么接下来 叫两个不低于 既然这个合同 是大家集体讨论 统一的结果 因此他就相当于是一个标杆 那么集体合同当中 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 首先我们要求 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你不能说集体合同当中的劳动报酬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了 这个不行 好那么既然这个标杆定下来了 单位与劳动者定立的劳动合同当中 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 不能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 集体合同定完了 如果在后续单独跟每一个员工 签合同的时候 那每一个员工当中 他的报酬和条件都不能比集体合同再低了 我们叫两个不低于 好那接下来就是发生问题了 争议如何去解决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劳动者和佣人单位发生争议了 那我们应该是由劳动者和佣人单位去申请劳动中裁 或者提起诉讼 对吧 那么现在你这个合同是谁签的 是工会签的 所以如果因为旅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 经协商不能解决的 那就是由工会 可以依法申请中裁 或者是提起诉讼 谁签的合同 谁去打官司去 就这么个事 好了 我们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说根据规定 下列关于集体合同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谁 A说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定立的劳动合同中的 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 可以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 那我们给他起的名字叫两个不低于 他说可以低于 显然是错的 是吧 那集体合同的标准 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我们说叫法定标准 对吧 然后劳动者定的合同 是不能低于集体合同标准 还是这样的一个层层低进的关系 好 B选项说 集体合同内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 通过各自派出代表集体协商的会议方式 来协商确定 是吧 那我们说狼羊会加羊羊会 狼羊会双方各派代表人数对等 而且不能低于三人 协商出来的 没有问题 这是对的 C说 依法定立的集体合同 仅对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对用人单位没有约束力啊 照样也有 是吧 既然双方都在合同上签章了 那么这个合同就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一说 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 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我们给他不是让他审批的 我们给他是让他提意见的 只要他没有提出异议 这个合同就生效 时间也没问题 正确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B和D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特殊的劳务合同 叫做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我们又将之称之为叫人事外包 或者也叫人才租赁 这个知识点给三星主要就是因为他 独定项选择题的单独命题点 非常之重要 那么想要搞定劳务派遣 我们就必须先搞清楚在劳务派遣过程当中的三方关系 以及两个合同 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理清 把双方之间三方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理清 那么自然而然这块内容也就梳理清楚了 在劳务派遣当中涉及哪三方啊 分别是劳动者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那么其中劳务派遣单位又称之为用人单位 那也叫做劳务输出单位 用工单位也叫做劳务输入单位 这里边首先给大家提一个要求 就是对于这些名字 你得把它理顺 三方它的大名叫什么 小名叫什么 笔名叫什么 义名叫什么 你都得知道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不一定用哪个名字来出题 考试的时候给你来一个 下来各项中属于劳务输入单位的法律责任的用 你得知道它指的是哪一方 对吧 那么我们先来讲解内容 翻回头咱们再说它名字的由来 其实内容我们讲完了叫法自然大家也就清楚了 在这三方关系当中 同时还涉及两个合同 第一个合同是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谁跟谁签的 是由劳动者和劳务派遣单位签的合同 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 那么既然我跟你签了劳动合同 所以就由你劳务派遣单位给我提供保险 给我支付工资 说明我劳动者是谁的人啊 我劳动者是你劳务派遣单位的人 所以你看这不就是他用人单位的名称的由来吗 好那么人是他的人 但是劳动者给他干活吗 劳动者不给他干活 他把劳动者的劳动再输出到其他单位 所以他叫输出单位 劳务输出单位 那么如何输出呢 当然要跟别的单位签订一份新的协议 那第二个合同叫做派遣协议 派遣协议呢 是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签订的 那双方约定由劳劳派遣单位派遣 劳动者到用工单位的某某某个岗位上去工作 然后由用工单位向劳务派遣单位支付劳务报酬 注意啊 这个劳劳务费是扣除了劳动者的工资之后支付给劳务派遣单位的报酬 这个劳务费跟劳动者的工资是没有关系的 那作为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之间 实际上就是由用工单位给劳动者来提供工作岗位 而由劳动者给用工单位提供劳动 所以你看人是劳务派遣单位的人 但是他给谁干活 他给用工单位干活 所以工是用工单位的工 那劳务派遣单位把劳动者的劳动输出出去 用工单位 那把劳动者的劳动购买进来 所以他叫劳务输入单位 对吧 所以这些名字他就是这么来的 三方关系两个合同 我们给大家梳理清楚之后 那么大家把握住一点 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学的叫劳动合同法 所以这两个合同 我们更关注哪个合同 我们更关注劳动合同 对吗 好同学们再说一遍 劳动合同是谁跟谁签的 劳动合同是劳务派遣单位 是用人单位 是劳务输出单位与劳动者签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记住一句口诀 既然合同是咱俩签的 那我作为劳动者 生 是你的人 死 是你的鬼 什么叫生是你的人 如果咱们俩 在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存续期间 我是你的人 所以工资应该谁给我发 你给我发 保险应该谁给我上 你给我上 那什么叫死是你的鬼 如果有一天咱们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了 我们知道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之后 还有一项额外的社会义务呢 这个离职的经济补偿金 应该由谁来支付 还是劳务派遣单位来支付 我们叫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这是最重要的内容 把它拔准 这块内容就搞定了 好 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劳务派遣呢 它是一种用工的补充形式 它不是用工的主要形式 因此呢 它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性和替代性的岗位上实施 那种关键性的岗位 通常情况下不能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 那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咱们的地铁轨道交通 我们都知道呢 自从有了疫情啊等等的 我们现在呢 这个地铁里边的这个安检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是吧 那又得测体温是吧 还得扫描 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带着各种伪劲的物品 对吧 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些安检人员 他们其实都是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 在为我们的这个地铁的运营公司来服务的 他们并不属于地铁公司的正式的员工 是吧 那另外呢 有很多公司 他们的什么保安员啊 保洁员啊 等等的 也都是采用的劳务派遣的方式 补充形式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来看劳动合同与派遣协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合同吧 那么其中劳动合同当中 包括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同时你除了有必备条款以外 你还多了什么 还多了用工单位 还多了派遣期限 还多了工作岗位 这是跟一般劳动合同不一样的地方 对吧 好 那么除此之外 接下来就是派遣协议了 派遣协议是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签订的 这里边包含 派遣的岗位 我给你派遣的人干什么 然后人员数量 我派多少人过去 派遣期限 干多长时间 报酬和社保 的数额与支付方式 有的人说 劳动报酬和社保 不是应该是由用人单位 发放给劳动者的吗 我们说是的 但是首先在派遣协议当中 我们跟用人单位要有所约定 因为毕竟工是给用工单位干的 所以作为用工单位 要将劳动者的报酬和保险的费用 支付给用人单位 再由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和为劳动者上保险 只是我们要求必须要在劳动合同当中 把这个劳动报酬和社保费用的数额和支付方式 加以明确 既在派遣协议当中明确 也在劳动合同当中明确 在两份合同当中 都把这个东西明确下来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怕用人单位 可扣劳动者的工资报酬 你用人单位的收入是什么 你用人单位的收入就是那个劳费而已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违反协议的责任 这个内容在考试当中考到了 通常不会设陷阱 所以做一般了解 我们就不多废话了 往下来 接下来就是分别对劳务派遣单位 和用工单位的要求 咱们先看对劳务派遣单位的要求 劳务派遣也叫劳务输出单位 也叫用人单位 都是他 首先我们要求劳务派遣单位 应当与被派遣的劳动者 订立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而且要按月支付劳动 因此我们说劳动合同要求是固定期限两年以上大于等于两年 这个很关键 那提示第一个叫劳务派遣单位 不得以非全日用工形式 招用被派遣的劳动者 这一条其实就是有上一条法律卡着来的 第二就是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这个是劳务派遣单位的义务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生是你的人 原因所在 好接着往下来第二条 叫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我跟你签了派遣协议 你应该把我派到义公司去 结果你没把我派过去 那是你的问题 你不能说因为没把我派出去 你就不给我钱 这个不行 要求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按月支付劳动报酬 大家就记住一点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 就没有越过最低工资标准这条红线的东西 这是一条红线 必须得严守和卡死 是吧 如果在劳动合同法当中 随随便便都能越过最低工资标准 那你这条红线不是形同虚设了吗 是不是 第三 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 告知被派下的劳动者 不得科扣 用工单位按协议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你得告知 明示 让劳动者知道 提示大家注意 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 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你这样去做就是规避正式用工 那你设置一个劳务派遣单位 向本单位派遣劳动者是什么意思 这不就是规避正式用工吗 是吧 所以不能够以劳务派遣方式去规避正式用工 就是这一条的原因所在 好 接着来第三个是对用工单位 也就是劳务输入单位的要求 首先我们要求用工单位使用的被派遣的劳动者数量 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而该用工总量是指用工单位定立劳动合同的人数 与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的人数之和 所以这一块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公式 就是你的劳务派遣的员工 占到正式员工加派遣员工的总和 是不能够超过10%的 换句话说 我们以派遣员工做分子 以正式员工和派遣员工做分母 分母这一块不是正式员工 你还得把派遣员工加进来 这一加一减 就影响到你未来做题的正确性了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假公司 他有正式员工 100人 那么如果假公司想采用 劳务派遣方式招用劳动者的话 那么他最多可以使用派遣员工多少人 最多可以使用多少派遣员工 最多可以使用11个人 有些人说你不对啊 你这个 不有一个10%卡着呢吗 你不是派遣员工数量不能超过10%吗 我们说是的 如果你拿正式员工做分子 把派遣员工做分母 这个11%肯定是超过10%了 对吗 但事实上我们说 他是不能超过总用工人数的10% 所以我们应该在分母里边 也加上派遣员工的数量 加完了之后 是111分之11 是吧 110分之11 那个是10% 111分之11 分母大 这个分数会变小 显然这个数是没有达到10%的 所以用11个派遣员工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不就影响到你题目的正确性了吗 是不是 好 接着往下来 第二条 说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 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 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 定立数个短期的劳务派遣协议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将连续用工的期限 来分割定立数个短期的劳务派遣协议呢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用工的劳务派遣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工资调整的机制了 对吧 那我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干一年 到了第二年他就会涨工资 哪怕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涨幅 这个年限的这个工资 这个数量 他也会涨一点点 是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 将连续用工去分割 就是用来规避工资的调整机制的 这个劳动者会吃亏的 因此我们说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三 说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的劳动者 再派遣到其他单位 因为你是用工单位 你不是用人单位 劳动者没跟你签协议 你不能把人家派到其他地方去 好提示大家注意 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均不得向被派遣的劳动者收取任何费用 谁也不能向劳动者收钱 好 接着往下来是劳动者的权利 劳动者 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 同工同酬的权利 相同的工作岗位 相同的报酬 平等嘛 是吧 第二 叫有权在劳务派遣单位 或者用工单位 依法参加或者组织工会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就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 组织工会 维权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五个 就是我们给大家补充的一个内容 之所以补充这个内容 主要是因为大纲上没写 但是我们的考题多次 在不定向选择题当中考的 就是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的经济补偿 那么他之所以没写 就是因为 在我们的法律条文当中 对于解除和终止 的经济补偿 在劳务派遣合同这块的规定 是让你适同劳动合同法当中 一般劳动合同的规定去处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给大家整理完毕之后 补充了这么一个规定 叫做劳务派遣单位 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 是劳动合同关系 劳务派遣单位 应当承担向劳动者 依法支付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 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义务 这里边特别强调了 经济补偿金 它的支付主体是谁 计算方法是按照一般的 劳动合同当中的 离职补偿的金额去计算 但是支付的主体 我们要明确下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死是你的鬼 是吧 跟你签的合同 当然你得负责到底 谁呀 劳务派遣单位 也叫做用人单位 也叫做劳务输出单位 来我们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说根据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不同用工形式 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谁 A说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 他的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 最长不得超过15天 非全日制用工15天 没问题 B说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 他的劳动报酬至少每周支付一次 不是每周 是至少每月支付一次 错了 C说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在结束劳务派遣用工时支付 他可不是结束劳务派遣用工时支付 那如果是长期派遣的话 派你过去两年 两年以后再给你开工资吗 那不饿死了吗 是吧 所以显然是错的 按月支付 B说对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 或者某项具体工作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按照有效协议或者合同规定 其完成任务后 即支付劳动报酬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是在任务完成后支付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A和D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多选 这道题说下列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当中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有谁 问你哪个是错的 A说丙劳务派遣公司 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 招用被派遣的劳动者 显然是错的 劳务派遣单位 要跟被派遣的劳动者 签订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签短了都不行 你更何况是用非全日制用工的形式 去招用劳动者呢 对吧 B说已公司将使用的被派遣的劳动者 又派遣到其他公司工作 你是用工单位 你不是用人单位 跟你之间没有劳务派遣协议 没有劳动合同 所以你不能够把劳动者派遣到其他单位 错了 C说丁公司使用的被派遣的劳动者数量 达到其用工总量的5% 只要不超10%就没问题 这是对的 D说假公司设立劳务派遣公司 向其所属分公司派遣劳动者 规避正式用工是绝对禁止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A B D 好 再看一道多选题 说下列工作岗位当中 企业可以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的 采用劳务派遣形式的 是临时性 辅助性 替代性的岗位 我们也叫做 劳务派遣的三性原则 那这里面显然是没有主营业务岗位的 答案B C D 好 接下来再看一道判断题啊 这道题说 劳务派遣用工中的 临时性工作岗位 是指存续时间 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岗位 这个说法 对吗 有同学说 不知道啊 你又没讲 我哪知道对不对 确实没讲 故意没讲的 考试的时候也会出现 我没讲过的东西 甚至教材上没有的 及个别的题目 都有可能考得到 是吧 遇到了别慌 还是那句话 能判定则判定 不能判定 其实像这种东西 错又如何呢 其实并不影响你通过考试 而这一条我们之所以没列 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原文指考型的规定 所以呢 通过判断题 我们把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讲一下 就够了啊 所谓的临时性工作岗位 指的是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的工作岗位 而不是一年 这个知道就行了啊 这是错的 好 再看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说 2021年1月15日 假劳务派遣公司 将林某派往以公司 从事辅助性工作 下来关于林某 劳动关系建立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那这道题考的是生 是吧 生是你的人 谁的人啊 生是劳务派遣单位的人 所以假劳务派遣公司 与林某他们俩 是建立劳动关系 签订劳动合同 那 A说林某与假劳务派遣公司 建立劳动关系 正确 B说林某与乙公司 建立劳动关系 没建立 乙公司与林某之间 没有直接关系 他只是为他提供工作岗位 那么林某呢 只是为乙公司提供工作 提供劳动而已 虽说林某与假劳务派遣公司 和乙公司 同时建立劳动关系 只能跟一家公司建立 没有同时建立 这说林某可以选择 与假劳务派遣公司 或乙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也没有选择权 是谁就是谁 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